谁将和利物浦会失决赛。当你看完上半场,或许会认为结局已定。但在欧冠半决赛,永远没有不可能。下半场,卢卡斯上演了超级个人秀,他将自己仅有的三次机会,全部转化为进球,在最后一秒杀死了比赛。对于绝大多数球迷而言,我们有幸见证了又一个奇迹的夜晚,热刺凭借顽强的意志,笑到了最后。 但在大好形势下失利的阿贾克斯,其自身心态变化,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,故而延续了本赛季欧冠淘汰赛主场不胜的战绩。阿贾克斯距离欧冠决赛只差一秒,却绝非偶然。上半场,顶住板扑终结悬念。本场比赛,抢开局的竟然是阿贾克斯,这多少是出人意料的。 毕竟,热刺目前英超前四席位,只有理论上丢失的可能,而阿贾克斯在联赛和卑赛上急需摆脱连续五年无关的窘境。 再加上阿贾克斯此前在淘汰赛主场没有一场胜利,本场比赛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变数。 但是,阿贾克斯有着远超其年龄的成熟,也有着默契无比的传接球,自然也就少不了得分的机会。 他比其的射门折射后,让洛里奉献了一次闪扑,紧接着,阿贾克斯便通过脚球取得领先。 这次又是德里赫特,一个似曾相识的进球,他又在今年欧冠屡次得分的位置投锤破门。 丢球后的热刺开始反扑,孙兴敏四传四射的一脚击中门柱,也宣告了热刺追求荣誉的决心。 娴熟的配合总是让人赏心悦目的,阿贾克斯用自己历史标志般的足球,再次圈粉无数。 或许,只能说热刺很努力,他们试图用身体和冲击力去取得进球,但在阿贾克斯令人目眩的传控配合下,热刺的进攻显得缺乏说服力。 上半场,我们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,阿贾克斯球员准确地将球传项目不能及之处,这便是在同一体系下共同成长的默契,这便是米歇尔斯理念下成长的球员。 顶住热刺反扑的压力,阿贾克斯便能表演自己最擅长的反击,第二例进球也会随之而来。 孙星明的付出,改变不了战术体系上的差距,伴随着时间的进行,热刺队的犯规越来越多。 阿贾克斯则踢出了多打一人的感觉,他们将将球场空间运用到了极致,逐步蚕食,让热刺无计可施。 齐耶和的进球是比赛场面的必然结果,半场结束,阿贾克斯便将热刺逼到了绝境。 本赛季直至上半场,阿贾克斯踢的是本队久违的足球,也是难以效仿的踢法。 下半场,亡羊补劳为时已晚。 下半场,热刺并没有放弃,但阿贾克斯也学会了因时制宜。 在欧冠半决赛的赛场,所有分心多虑之举,都将得不偿失。 眼下,阿贾克斯是欧洲唯一一直还有三冠王希望的球队,他们必须为国内赛场考虑。 所以,他们选择扎稳离八强,尽可能以最小的体能消耗晋级决赛。 这也是腾哈格较之过往阿贾克斯主帅的不同,在他这里,有可场晋级的疯狂,也能有退后反击的选择。 然而,腾哈格的防守,多少也低估了热刺球员,和波切蒂诺冠军的心。 下半场,经过十分钟的围攻,热刺把握住了仅有的一次向前突进的机会。 卢卡斯的进球,为热刺带来了胜利的曙光。 相比阿贾克斯的瞻前顾后,热刺有太多理由,将本场比赛当作最后一战。 如果说卢卡斯的第一球是阿贾克斯掉以轻心的话,那么卢卡斯的第二立进球,真的就是阿贾克斯自己做死了。 热刺四分钟连进两球,彻底改变了阿贾克斯被动防守的诈数,也将本场比赛的氛围推向了高潮。 考验热刺反扑浪潮的,只能是自身的体能,而阿贾克斯的心态,也悄然发生了变化。 这就是欧冠半决赛,容不得丝毫的大意。 同样,这也是对阿贾克斯的考验,这群孩子是否足够成熟。 这是不同于对阵黄马、尤恩的情况,一片大好形势,瞬间转化为岌岌可危,腾哈格的信号是果断的,绝不保守。 因为只有进攻,只有高压打法,才能发挥本队优势,才能彻底摧毁热刺最后的体能。 不得不夸赞波切蒂诺的理智,在阿贾克斯回归打法后,他选择了稳住局面,进而抓住机会。 热刺的数次反击都产生了足够威胁,即便球队必须再进一球才能晋级,也绝不贸然压上。 这也是热刺作为一支英超球队成熟的一面,因为波切蒂诺深知,球队下半场的改变,离不开略伦特的支点作用,球队最大的优势便是身体对抗。 最后十分钟的搏命战,比赛的紧张程度,仿佛凝固了空气。 终于,热刺被迫压上了,波切蒂诺,甚至不惜换上尚未痊愈的拉梅拉,决心放手一搏。 当比赛进行到针尖对脉盲的阶段,没次机会让人感到窒息,热刺与进球擦肩而过,门住本场也多次拯救双方。 波切蒂诺的球队,着实任性十足,这是热刺本赛季走到四强的底牌。 本场比赛,热刺队的跑动距离,仅仅比阿贾克斯少了三公里,相比本赛季过往对阵阿贾克斯的球队,热刺算是将体能拼到了极限。 苦心仁,天不负。有智者,是竞成。 破釜沉舟的热刺,在比赛最后一秒收获了奇迹,成功与利物铺会诗决赛。 贡献决杀的又是卢卡斯,来自巴西的巴黎契江,展现了最符合欧冠决赛的气质。 正是他的好状态,将所有机会把握住,才有了这又一场奇迹的诞生。